想要讓女生喜歡就別做這七件事 避免這七件事 你會瞬間更有異性緣 哈囉大家好 我是貝克食物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這七種男人容易被女生討厭 其實通常只要被女生定位是討厭的對象 很難翻轉印象 通常第一項被定了就很難改變了 所以假如你有接下來說的 七種被女生討厭的特質 真的要改一下啊 當然你想說 啊我就是這樣的人啊 我為什麼要改 以前我也是有一些討厭的特質 但想教女友的慾望 讓我覺得 我在這樣下去 只會更厭惡自己 所以我想改變 慢慢改變自己後 得到感情好的回饋 才知道 很多不好的會被討厭的習慣 都源自自己的害怕恐懼 當克服後 那些討厭的特質也慢慢改善了 那你想知道更多怎麼追女生的細節 歡迎來上課喔 其實我有課程 課程都是系統化告訴你 想要知道怎麼讓自己學會社交技巧 絕對不要錯過我的課程喔 那我們來說 第一個會被女生討厭的男人 沒安全感 其實沒安全感 就會是很容易會在互動上 沒自信 講話都會很容易 因為自己的沒安全感 讓自己講話很沒底氣 可能就會變成 那個 我想要約你明天去看電影 不知道你有沒有空 沒空也沒關係啦 也沒有一定要跟我去 我也想跟你去 但是你真的有空 我真的會希望你跟我去 我家看沙丘 哪有人第一次就約你家啦 喔也是啦 那約你家看電影吧 也不是這樣說吧 其實就是講話過程中 會一直想要對方給你一個認同感 你才敢去做下一步 講好聽是很深思很有禮貌 但其實就是沒安全感 不敢有所行動 很多行為都會很卡 很害怕被拒絕 沒有面對女生互動上被拒絕的勇氣 就會講話說說的 行為也說說的 氣場呈現就會說說的 假如女生感覺到 這個男生跟自己講話互動上 都是說說的 那麼第一印象就容易不會 把這樣的男生視為交往的對象 來觀察 而是可能就會覺得 這樣的男生只能當朋友 也蠻像是一個比較沒有自信的表現 去跟女生互動 可以思考一下 自己是不是在互動上 很沒安全感 講話虛虛的 跟女生互動都會怕怕的 那麼這樣的狀態 去跟女生互動 第一印象創造 就不會是一個很有力的開局 那自己能改 盡量把這樣的習慣改掉 我們來說下一個 仇女 簡單來說就是 會說出仇視女人的言論 或是做出仇視女人的行為 你就想一下 我們想要女生喜歡自己 但自己去仇視女生 對方要怎麼喜歡自己 你就想一個人很仇視自己 你會喜歡他嗎 你們男人都很賤 你長得就像狗一樣賤 看到就討厭 呃你怎麼這樣說我 我終於喜歡了 那你真的賤 不會吧 不會有人遇到這樣 還喜歡吧 那相對的 女生也是 女生遇到男生在那邊說 呃你們女生都死愛錢 你一臉都敗金女的臉 看到就討厭 不會有女生會說 呃他這樣說我 我要改變他的想法 我要買特斯拉給他 讓他知道 我也愛給錢 呃不會有這樣的女生 有這樣的女生 介紹給我 大部分男生去跟女生說 仇女言論 就是讓女生封鎖你 通常就是這樣 而仇女言論 大部分都是因為 得不到異性青睞 產生防衛機制 來怪另外一個性別 造成自己異性原差 但其實當自己克服 慢慢吸引越來越多異性 那麼那些仇女的想法 就會慢慢減少 因為實際上的現實互動 確實不像想像中那麼惡劣 又得到許多好的回饋 那就會消除腦袋中那些仇女想法 我們來說下一個開黃槍 這就是開女生色色的玩笑 這其實不要說色色玩笑好了 一般的玩笑 很多人都開的不是很好 就容易尷尬 還場也做的不好 但印象見力就會差了 何況是開黃槍 色色的玩笑 其實就是更難 風險更大 但效果也不好 會去開黃槍 通常就是為了滿足自己 想要講這些話的慾望 而不是真的想要吸引對方 當然也不是說 黃槍不能開 只是通常會主動 一直想要開黃槍的人 根本就沒有在抓死幾點 純粹就是想要當個耳男而已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可以用開黃槍的方式去判別 對方是不是比較開放的女生 這樣比較可以發生關係 這樣他也許會約你去他家 讓你看他跟別人發生關係 也太刺激啦 但其實大部分情況 開黃槍就是被女生當耳男而已 我的經驗裡不需要開黃槍 對於吸引來說沒什麼差別 那都知道開黃槍沒什麼效用 又容易被討厭 那就可以不用錯啦 我們來說下一個 自大 自大很容易會被自信搞在一起 不懂的人會覺得這是自信 其實自信是由內而外的 而自大會是須有其表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有自信 但其實內心很虛弱 很需要認同 很自卑 所以藉由不停做出 好像很有自信的行為 來讓對方覺得你好像很有自信 但內心其實清楚知道 自己沒有自信 那就會是自大的感覺 女生只要有點價值 蠻多男生追的話 他一下就會發覺到 這男生是不是自大 裝作自己很有自信 而自大的人 跟真的有自信的人 差別的是 由內而外的自信 其實給人感覺是 知道自己要什麼 而且給人很舒服 大方自然的感覺 而自大就會是 看起來有自信 但其實會給人一種距離感 一種優越比較的感覺 好像需要別人去認同他 覺得他棒棒的 他才有自信 而那種優越比較感 都會給女生有壓力 除非那女生本來就是 喜歡這樣的人 不然很多女生 其實都蠻討厭 這樣自大的男人 我們來說下一個 沒同理心 沒同理心其實就是 很多事情都是 先想到自己 也許是佔小便宜 也許是拿杯子只拿自己的 也許是女生不小心跌倒 第一時間是嘲笑他 而不是扶他起來 簡單來說就是 都是第一時間想到自己的感覺 而不是以我們的方式來互動 不太會同理 假如自己也遇到同樣的事情 希望可以受到什麼幫助 當然你很有價值 沒有同理心 這件事情不會被放大來看 但假如你有同理心 女生在被你吸引的過程中 會感受到你很溫暖 反而會更加分 因為假如是沒有同理心 那麼對方在跟你相處 就會因為許多小事 小細節感受到 被冷落的感覺 因為沒同理心 不太會在乎這些行為 講話會不會傷到對方 很容易就會小小傷害對方 自己又不知道 那其實就很可惜 通常就是 女生跟這樣的男生 約會完就會感覺到 男生只顧著自己 沒有照顧到他 那可能就沒有下次約會了 那就不太妙啦 我們來說下一個 小氣 就是對於付出的金錢 斤斤計較 當然你想要AA或是請客都可以 這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因為講到約會的錢 出的方式 可以延伸出非常多的想法 可以討論 但實際上 小氣 但也不是說AA 就代表你這個人小氣 而是一個關係 你要到給了一種小氣感 那真的就會是 有一種斤斤計較 你什麼都不能損失的感覺 可能你開車載女生到目的地後 跟對方收油錢 或是停車場 你跟對方對分停車錢 這些都蠻小氣的 又或是女生有夾你一塊肉吃 你就跟他討那個錢 簡單來說就是 一個男人給對方一種 完全不能吃虧的感覺 那就會是小氣的感覺 而當女生認為你是小氣的人 那其實之後約會氣氛 不會好到哪裡去 通常就是會比較不好 而AA其實也不會一定給人一種小氣感 也可以AA你多出一點 其實也沒差 所以就可以想一下 自己互動上 會不會給女生一種小氣感 可能就會被討厭了 我們來說下一個 亂摸女生 先說 我不是說不能摸女生 但就是摸對方前 要去做肢體接觸 一定都是依循漸進的方式 慢慢的加強的 而比較安全的方式 會是單獨約會再去推進 讓自己有機會讓女生願意讓你摸 當然不是說你一定要詢問 但就是一定會是 判斷對方能接受 熱度很夠 對方跟自己有說有笑 摸之前對方就可以跟自己靠很近 那就慢慢朝牽手邁進 有牽手 那再去做比較親密的互動 而不是直接隨便亂摸 連約會都沒有 你就去摸對方很敏感的位置 那真的就不好 可能你跟對方一見面 你就摸對方腋下 之後跟我說 我跟他有說有笑 你是有摸有笑 摸腋下很難不笑 但就是不妥 亂摸通常就是 直接被女生列入黑名單 你還可能被告 摸之前至少要有約會 互動熱度要夠 空間距離感對方不排斥 輕微肩膀靠上肩膀 他也很享受其中 你再去思考之後的事 這些都沒有 你就在那邊直接摸對方的 鼻孔或是屁股 那就變態 就是亂摸 對方直接討厭你 要叫警察抓你 都很正常 真特別亂做 沒有判斷後的亂摸 通常就是 你為了自爽而已 而感情互動上 重點都會是 放在雙贏 兩個人都能從中 感受到 得到價值 而不是只有你 自己自爽而已 通常亂摸就是你在自爽 那就不要做 好總結 沒安全感 仇女 開黃腔 自大 沒同理 心小氣 亂摸女生 這七個你都擁有 那一定被討厭的啦 可能大部分的女生 封鎖名單都有你 那真的就不意外 其實要被女生討厭 比被女生喜歡還簡單 你想被討厭 就照做就好 甚至不用學 可能本身就養成 這些良好被討厭的習慣 但我相信沒人喜歡被討厭啦 想要讓女生喜歡 就別做這七件事 避免這七件事 你會瞬間更有異性緣 那趕快去讓女生解除封鎖吧 加油啊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這部影片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頻道 或是追蹤我IG 那就拜啦 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 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 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